《洪運信》於香港電台節目《千禧年代》中表示 現時若兒個案 控方需要找出私襲者 如果受約兒童由父母照顧 父母有執務權 當控方找不到由誰私襲 私襲者就會脫罪 他強調新法例並沒有增加照顧者需要做的工作 只是需要照顧者運用他們的基本知識 例如兒童長時間表現吃不飽 或者上下樓梯時會拐拐拐拐 又或者發現長者有傷痕 這樣老師或照顧員工就需要去查問 如未能獲得回答就應該和其他人士 例如上級或社工商量 《洪運信》表示針對嚴重身體受傷或易受傷害人士 未能說出受傷的情況 照顧者就要用他們的基本知識 了解傷勢是否有可疑 新法例的目的是希望在最短時間內 找出可能受虐的兒童或長者 以減輕他們的痛苦 社區及院社照顧員總工會義務秘書鄭清發 在同一節目上表示 希望在新法例之下 能夠界定旁觀者及照顧機構的責任 令業界的前線員工減少擔憂